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副组长杨敬慧 防疫期间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请配合以下事项 1.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2.延后非紧急性的医疗或检查 3.外出时请全程佩戴用口罩 4.请洗手并注意咳嗽礼节 5.每日早晚量测体温 如果出现发烧、嗅味觉异常、腹泻、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 请佩戴用口罩尽速就医 就医时请勿搭乘大众运输 而且应该主动告知接触室、旅游室、职业别 以及身边是否有其他人有类似症状等资讯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与我们共同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机进行操作 因为神情紧张 排在后方的民众感觉不对 请电源通知警方到场 还好在警方说明下 成功的挡下了一件诈骗案件 请翻卡 然后跟他讲 所有请翻卡里面的预言有多少 就我跟他说 你放轻松 你先放轻松 我们在这边你放轻松 他就说我的卡全部都会被停掉 今天都不能用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这名女子急得差点哭出来 原来又是诈骗集团惹的祸 尽管警方一再呼吁宣导 所谓的解除分歧付款就是诈骗电话 但就算已经是老梗了 依旧还是有不少人会上当 还好民众跟电源激警 赶紧请警方来劝阻 可是他真的12笔会被扣到 不会啦 你只要没拿到那个东西 他就不会扣你那个 而且不是你消费了12笔 到时候真的有 真的有问题 多了12笔 那你就跟他分数啊 不是我刷的 不是你刷的 你也没有拿到那些东西啊 对啊 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 年关将界各类诈骗老梗 手法摆出 接到可疑电话 记得要先求证 避免受骗破财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走进楼梯间打开电灯 灯泡照亮回家的路 这里是永和秀廊里的公共楼梯 为了响应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里长省市市103年时 就曾经自掏腰包 花了三十几万元 为里内200多个楼梯间 以及大楼地下停车场 换装LED省电灯泡 走进楼梯间打开电灯 灯泡照亮回家的路 这里是永和秀廊里的公共楼梯 为了响应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里长省市市103年时 就曾自掏腰包 花了三十几万 为里内200多个楼梯间 及大楼停车场 换装LED省电灯泡 可以把这个地球 温度可以减低一点点 一些一些一洗洗都没关系 那也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蛮多的钱 那时候稍微评估了一下 差不多花了三十几万 今年新北市环保局扩大办理 住宅节能公寓节电计划 里长帮秀廊里积极申请 全面更换LED省电灯泡 改装后的楼梯更明亮又能省电 对于里长的争取 里民十分有感 我们秀廊里很愿意很想来做这件事 所以又把我全个秀廊里都全部都换 他有去盛出这个LED灯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让这个电可以赏 也感谢沈里长 大家都觉得这个灯换完以后 觉得那个楼梯间都很明亮 很亮就对了 但是他们也很感谢那个里长帮我们那个中旗 这个灯来装这样子 节能减碳爱环保不是用说的 里长以身作则 自掏腰包为里民审核包 不只守护里民安全进家门 更为下一代的生存环境着想 记者刘敏轩永和报道 板桥区成都路一带有一大片围起来的空地 其中一部分靠近福德里 里长刘慧玲每到夏天都会来这里除蚊虫整理环境 并且从中了解这块地的情况 原来将近1600坪的市场预定地 因为土地持有人过于复杂 将近30年的时间迟迟无法开发 因此先透过立委罗智政的协助 和新北市市场管理处争取到80坪无偿使用土地 开辟为简易公园 板桥福德里里长刘慧玲用手机录下这段影片 原本杂草丛生养蚊虫大约是1600坪的闲置土地 经过查调后发现是市场预定地 但卡在地主复杂是将近30年未开发的原因 公有市场想要开招 不知道得等多少年 为此里长透过立委罗智政协助 整取到一小部分大约是80坪 归属新北市市场管理处的土地 整理为简易绿公园 那如果这样子一直卡下去的话 它就真的是一个很杂乱的地方 然后蚊虫也很资深 譬如说在尤其是每年的夏天 你就要担心灯隔热的问题 那所以我也就极力地争取 这个地来到这个样子已经一年多了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去跟市场管理处签的维管两年 已经快到期了 所以我就拜托了议员还有委员 一起来出钱出力 但区公所也很给力的 我们就把今天把它建设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居间协调 因为这个土地一整片不止这一块 其实它放在这边很久了 那长期围离围起来 对市场也不好 然后对环境也不好 对治安也是一个死角 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可以 让这一块好好的活化 可是因为它实在牵涉到太多 私人的土地在里面 那好不容易有这一块 我们就是这一块是属于公有的地 从养蚊虫每年必除虫的张乱环境 到化身简易小公园 这过程因为市场预定地 无法争取到新北美乐地 或是绿家园的补助 市场管理处能给的经费也有限 因此里长再透过新北市议员 黄俊哲和征换家的经费补助 才能让这一片空间设计更完善 我们有用了一些花架 然后甚至在它的外面的这个围墙 我们会把它做一个很漂亮的彩绘 让以后不管是里民还是市民 能过来这边活动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看能不能协助它 做这个美乐地的环境 那我们征换家议员 也二话不说的 就是全力的协助 补助款这样子 卡在征收无法顺利开发的市场预定地 成为地方脏乱点 影响环境景观数十年 刘慧玲认为换个方式 虽然无法全部一次整合到位 只能暂时先做公园 最少是跨出去了第一步 看到干净的绿地空间 相信会带来更多的正面力量 让林里的环境变得更好 记者林立乌志恒板桥报导 英哥区东湖里里民正沧海 在初中时期就发现自己对花草树木有兴趣 于是展开它的园艺之旅 如今有七千坪大 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面积的原地 种满了各式各样稀有的树种 在地里长吕阿天特地带大家一探究竟 造型其他像是长角一样 切开一看满满的种子 特殊的外观让它获得五指茄的名称 而外表金黄又赢得黄金果的美名 再来看到这棵结石累累的树干 果实颜色有绿色的紫色的 乍看之下以为是葡萄 可又不像葡萄一串串 这是原产中南美洲 一棵要价十万的树葡萄 这些不常见的果树可以在英哥东湖里找到 东湖里里长吕阿天 谈起原地主人 同时也是里名的郑沧海感到骄傲 我的里名郑大哥 他种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事 什么花都有 他很喜欢玩这个树木 里上有什么种花的问题 我来找我们郑大哥我的里名 郑沧海说 在他七千坪的原地之中 他最喜欢的是黑松跟真伯 园内从四五十岁到一百岁的都有 钢直坚硬的松伯 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所好 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玩这些花花草草啦 树木啦 然后后来玩出心得以后 然后就做了很多造型的 比较漂亮的所谓的幽形树 而这些将近三个足球场大的区域 一个人该怎么照顾这些树木呢 郑沧海说他有雇用工人帮忙整理 但是关于检枝维持树的造型 郑沧海则会轻力轻微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黑松 还有真伯 但是我现在所种的黑松跟真伯 有超过一百岁的到六七十岁 四五十岁的都很多 偌大的原地 种满各种不常见的树木 一草一木都可以看出郑沧海的用心 一说到他的输孩子们都如数家珍 讲个三天三夜都不够 也成为东湖里的一大特色景点 记者刘安静 刘明轩新北市英哥采访报道 假日一觉睡到中午 肚子咕噜叫要吃什么好呢 推荐您永和的一间早午餐店 以柴犬为主题 最吸睛的餐点就是特制柴犬烧拼盘 真的是让柴犬控爱到不行 柴犬控看过来 柴犬玩偶印有狗狗图案的马克杯 就连食物拼盘上也可见柴犬身影 真的好疗愈 这样的柴犬烧 有包括奶茶抹茶等四种口味可供选择 口感扎实 别加食物拼盘可没有 这是永和一间早午餐店的最夯餐点 因为它的形状很可爱 还有还有维也纳四重奏后片拼盘也很热销 其中的四色鲜奶后片 甜的咸的多种口味一次满足 我觉得还蛮软的 然后也很香 早午餐店结合柴犬主题 源自于老板娘对两者的喜爱 那某某材成立是因为当初老板娘家里有养了一只柴犬 那因为自己本身又很喜欢早午餐 所以我们就结合早午餐跟柴犬 那把柴犬的元素带到店里面来 那当然我们最主打的还是我们柴犬造型的柴犬烧 然后像我们有一些柴犬的周边商品 日系风格的店内装潢 充满可爱的柴犬元素 餐点分量适中 价格落在140元到200块左右 在早午餐店一级战区的永和实属清明 同时也是宠物友善餐厅 老板夫妇们在餐店上不断推陈出新 预计在9月将推出新菜单跟大家见面 邀请大家一起来找柴 记者聊天记得我们也希望永和报导 中家新闻和轻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请不吴俊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主讲杨静